另一位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 上午则是回到他的母校熊中参加校庆活动 受到失声热烈的欢迎 针对有媒体询问他对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推出的青年创业政策影片有什么看法 陈其迈回应说任何政策都要务实才行 踏着轻松的脚步陈其迈回到熊中校园 看到的都是熟悉的景物 尤其是上课迟到在校门口被教官罚站的景象历历在目 因为高三的时候常常比较 高三时候因为准备联考 所以有时候比较晚进来 所以在这里我站这个地方以前常常被这里罚站 被教官就在这里 陈其迈你过来 然后就站一排大家在这里罚站 以校友身份重返校园 陈其迈受到失声热烈的欢迎 学弟们也搞怪变装 戴上陈其迈和韩国瑜的面具手握手 来个世纪大和解 陈其迈也顺势提醒学弟们要把握青春生活 努力求学 未来回乡 实现梦想 享受在我们高中雄中的生活 我跟大家报告 你会毕业以后你会怀念在雄中的每一天 所以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的雄中的学弟 我们在这里热情的追求我们的知识 有一天是要回到我们的家乡来实现我们的梦想 而针对对手韩国瑜推出青年创业的政策影片 大打青年牌和发展电竞产业等 陈其迈则表示任何政策都要务实可行才行 未来他将持续推动高雄数位产业 吸引世界大厂投资高雄 我想我们都有非常完整的政策 包括说青年创业跟传统产业转型 或者是观光 或者是包括桥楼客圈去高科技的一些走廊 我想政策务实可行 就好像雄中的精神 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选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蓝绿双方不断推出政策牛肉 也拉拢各族群支持 港东新闻李嘉隆 艾长帮采访报道